十七 這個不是十七 是泰文字謝 即是齋菜 每年到這個時候 大概到10月3日 就是九王齋節的日子 整個泰國都吃齋 不是強比吃齋 你可以選擇性吃齋 也可以吃肉 而大雙層百貨 總會有很多齋菜給大家選擇 好像這裏才算 聲稱有幾百個檔口 有二千種不同的食物 給大家選擇 全民吃齋 中秋節過了 萬聖節又未到 現在就是九王齋節 所以你在商場百貨 或是Food Court地帶 總會見到這些 掛齊仔的檔口 見到大家煮食 別以為是普通的食物 其實是齋 沒錯 是吃齋 全民吃齋 當然你可以選擇不吃 眼見這些齋 感覺和顏色 和普通不是齋的食物 都沒有什麼分別 而且種類都多 當然 經驗豐富 每年這個時間 泰國總會有齋節 大家這麼多年以來 都是煮這些齋菜 所以公多藝術 絕對可以做到一些好齋 給大家吃 於是 零加三的朋友 此時此刻來到泰國 吃齋也是一個好時候 可能在香港吃過不同種類的齋 但來到泰國 不妨嘗嘗泰國人做的齋菜 都挺美味 還有最重要 是有泰式的成分 吃泰菜但是齋 相信在香港也沒什麼機會 可以試到 就算有種類都不會那麼多 你可能會問 胡先生 這個商場究竟在哪裏 其實每個商場都有 這些炸物都適合我 其實泰國的齋菜 都很多元化 就算不是這個九王齋節 行一 商場八卦裡面 有一些食肆 總會有齋菜供應 現在這個九王齋節 而且更加 可以看到 款式真的多得不得了 還有 味道 其實我敢不敢都買來吃 好像剛剛試吃完 味道 不告訴你是齋 你完全不知道是在吃齋 味道和口感 其實都挺逼真 也是的 如果不吃過 都不知道是齋菜 這些甜品小食 又說齋 裡面有豬肉牛肉 非呀非呀 而是說 當然此時此刻我們做這些食物 裡面不用雞蛋 亦都不會用牛奶 這樣就為之齋 年代名鼎鼎的連鎖雪糕店 此時此刻推出一些 和齋菜的雪糕 當然不是放荷菜 放一塊菇 是放了涼粉和白果 此外的雪糕也不放奶 不放雞蛋 除此之外 一些泰式甜品 依然是不放奶 不放雞蛋 但都有一種 泰式甜品的傳統味道 除了商場裡面 零零四四個位置 買這些齋菜食物之外 在Foodcourt地帶 亦都有大量齋菜供應 哇 好大鑊 真的大鑊 這次真的大鑊 你看多大鑊 這個鑊真的很大 這些菜 亦都是齋菜 這個齋節裡面 經常會吃的 你會看到幾大鑊 以及其他的菜 這個為了以前吃一些 譬如說兩菜 三菜 但現在 全都是賣齋 無論是麵 或其他類似的咖喱 都是齋 在全民都想吃齋的環境之下 連這個韓式餐廳 都推出齋菜 來看看 這個就是什麼菜 韓國餐都有齋菜 對了 傳統的韓式食物泡菜 都加了齋的成分 這些齋雞肉有多似 當然不是齋雞肉 是真正的雞肉 這個牌是黃色的 你不要以為黃色牌 就是齋節的牌 沒有十七借的字 不是吃齋 這些是真正的海南雞飯套餐 不是齋 其實都說過 在齋節期間 在泰國沒有人強迫你吃齋 不會說進入店舖 SORRY 只有齋 沒有的 有很多食物選擇 只不過可能多一點選擇 是吃齋或不齋 一般來說 豬肉、牛肉、蝦肉、魚 全部都有齋 總之 看清楚這個牌 寫著 J字 或者17 這樣才會吃齋 正如前面的店舖 很出名 吃泰菜 現在看這個牌 可明是吃齋的 好 各位觀眾眼前見到食物 正正是剛才的牌 即是齋菜 舉例這就是鏡球玩 即是泰式清咖喱 雞又是這個豆腐 不是豆腐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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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吃雞肉 他用了一些 做齋菜的特別的物料 用來做 但一定不是肉 但感覺很相似 而且還要是 加上醬汁之後 直接吃普通的泰式清咖喱一樣 好像這個 是甚麼 這個就是炸豬肉 吃下去 真的和真正的豬肉 好像沒甚麼分別 最重要是好吃 這個就是炸豬肉 還是雞肉 不是的 是菇 香葉菇飯 這就是蛋 蛋 不適合一些人 有些人 吃一半齋 就不吃一半齋 這一味 真的是我朋友叫的 他叫一個齋 就是一個菇 但同時又很想吃這個雞蛋 所以叫回一些雞蛋 這樣也可以 甚麼不可以 是泰哥 甚麼是泰哥 還有 這個時刻 還有些人 專門替人吃齋 甚麼叫替人吃齋 他說我想吃齋 但我心想吃齋 心想吃齋 不是想著腸胃清潔 而是 大家覺得九皇齋節吃齋 就可以得到一些福德 我很想得到福德 但我餵食又不想吃齋 那怎樣 我找人幫我吃 新的行業就是這樣 找人幫你吃齋 價錢好像一千元一人 吃齋之餘 也可以幫你唸經 誦經 然後福德 就去到你那裡 錢就入了你的袋 食物就去到你肚子 但福德就去到你身上 是很驚訝的 泰哥真的甚麼都有 給錢請人幫你吃齋 沒有聽見過 我也是第一次聽 好 別說那麼多 馬上吃東西 吃完齋之後 要見一下老友 話說這個商場之中 現時搞一個玩具展 玩具展之中 就見到一眾星球大戰人物 哈你好 又見到有白武士 黑武士 許許如新 基本且最重要 就是今天拍攝 星期一 就不會太多人 可以任你在這裡拍照 留念 其實類似玩具展 泰哥曼谷久不久都會搞 但說到 這麼一比一的星球大戰人物 給你拍照 我也是第一次見 雖然這裡的牆 比較遠一點 但若然你是粉絲 都值得來拍照 留念 白冰冰 沒錯 白冰冰 這個玩具展 都可以說 與眾不同 裡面地方大之餘 有很多剪品 部分剪品是給你看的 不是賣的 例如 這一系列的公仔 看見這個玩具 不需要太多介紹 相信香港朋友都很熟悉 但這個版本 大家可能未見過 就是泰式版本 你會見到 有些符印 有些佛經的文婚 放在這裡 絕對是泰國的感覺 兼且 這裡這些 都是泰國的版本 把鬼王 放在公仔裡 這些也是 甚至乎 這些都十分之泰 這樣的版本 相信你未見過 簡直是曬你啦 喂 潮人公仔 相信不少香港朋友 都很喜歡他們 一次過見到 這麼多不同款式 相信大家都可能 沒什麼機會見到 於是 在今次的玩具展 自然裡面 你就可以見到 各種各樣的 勒艇公仔 是不是大開眼界呢 部分我都未見過 拍真是 嘩 一聲啊 放在這裡 應該都是正版 不是A4 好像有一些 泰國的收藏家 拿出來供諸同好 那樣說 有部分是真品 有部分是 Limited Edition 有部分 可能世間罕有 第二處找不到 這麼可愛的東西 究竟是神像還是玩具呢 兩者都可以 當然玩具 就不是讓我來擲我來玩 放在桌上也很漂亮 這個玩具紙裡面 除了有剛才這麼偉大的品牌之外 也有泰國玩具設計師設計的玩具 舉例是這個 又或者這個 超級有型的 這個鬼王 型到不得了 又是泰國人設計 這個 泰國玩具設計師設計的品牌 在這裡也挺有名的 更加有這個 Torsover 還有蒙面超人 也都相當可愛 全部都是泰國玩具設計師的作品 那邊也有 上次在Sancho World搞過壇 主要的玩具都是來自香港的玩具設計師 但現在眼前看到的這一壇 大多數都是來自泰國的玩具設計師的 所以也都不是通街可以找得到 見得到的 大家如果即將來泰國曼谷的話 都可以來看看 又或者不來著 不要緊 拍給你看 看了當去 這個真的要給多個鏡頭去才行 超級帥仔有型 絕對是泰國製造 泰國設計 其實同場除了這些展品之外 有些都賣的 對 部份有得賣的 有些就叫做一般般的玩具 但有些都頗獨家的 星球大戰佛牌 有些都可以買過 用來掛過的 在這裏都可以買 一次過可以買很多星球大戰的 人物回去 最有趣就是這個 後面還有這些五條經文 是不是很過癮 大家在這裏就可以買得到 但更加更加有趣 猜不到的就是 介紹他認識一位新朋友 曼谷市的新市長 還有一般的 刀七叉 沒錯 他的玩具 不過這個要pre-order 是不是很神似 我覺得超級神似 給大家看看 星球大戰佛牌 是不是很賺錢 就是這樣無樣 曼谷市長 對於香港朋友來說 沒什麼興趣買 但都比你望真些 真的挺神似的 剛才看到一些很可愛的神像 也是玩具 這裏就可以買了 還有sticker 你看 50批一張 只要才女神 像神 太小黑眼鏡的 衣服 真是要鬼王 再不然 買回去放也就好 記得買這個座 這樣就很棒 同場還見到這些可愛的 像神公仔 而話說 除了像神之外 還會不會有其他神呢 雖然泰國人有創意 將一些神佛用來玩具 但也有一個底線 什麼可以玩 什麼不可以玩 是有的 香港人經常拜的神佛 你不會變成玩具 因為那些不可以玩 但調回一些 例如喉神 閑魯曼 或是象神 Pupe Kanan 甚至爲爛掘招財女神 甚至爲爛鬼王 大家就可以用來玩 大家可以見到這些T恤 這麼可愛 就是閑魯曼 喉神 這個 咦? 這麼像Joker小丑 真的超級可愛 但玩完玩 真的有底線 不可以亂來 今次的玩具展 除了這些玩具展覽 給大家拍照 通常也有些玩具發售 有部份可能太普通 但也有部份是泰國設計 如果是泰國玩具的粉絲 都值得來看看賣東西 看完這些玩具 是否很想來 無論是泰國人 又或者是凌加三 準備來萬居 都很想來 來的話 可以怎樣來 這裡就不是Pupe Kanan 也不是Sentral World 是搭迪斯 這個商場名字叫Demore Amon 其實都是跟Pupe Kanan 是同一個集團 不過是遠一點 這個玩具展 只要10月2日 而且通常是星期六日 還有COSPLAY 如果選擇星期六日 就非常好 每次都放行 都在別的地方 還有COSPLAY 借宰融